男孩将炽热的烙铁悬挂在门把手上 楼梯被涂满黑色沥青 十厘米的巨大钢针被埋藏其中 水被倒在门口的台阶上 地毯下摆满了丰富多样的玩具 等待着那愚蠢的小偷上钩 很快 按计划进行 两个小偷来到门口 黑暗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凯文紧握喷嘴 咔嚓一声直接上膛 从狗洞中伸出 准确地对准小偷的要害部位 喷 致命一击直接让男人坎迪痛苦的泪如泉影 不过啊 一旁的丹妮可不想就此放弃 直接将头伸进狗洞 希望了解屋内的情况 然而 丹妮的运气并不尽如人意 立即与好机友坎迪分头行动 准备闯入这个炙手可热的别墅 这还要从几天前说起 圣诞节马上来临 凯文一家准备趁此机会外出旅行 但意外的是 凯文被遗忘了 直到一家人上了飞机 他们才意识到 最小的儿子被落下了 而凯文发现 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 并没有感到气愈 反而开始庆祝起来 他在床上欢快地舞动 自由自在地享受着 无拘无束的时光 仿佛置身于无人的乐园 然而 命运的捉弄是如此巧妙 第二天 他家就被两个小偷盯上了 两人都是惯犯 专门挑选无人的房子下手 提前知道凯文一家外出游玩 正准备撬门行窃 而屋内的凯文听到声响 他将房里的灯泉打开 营造出友人的样子 果然成功骗到小偷 两人一脸茫然 最终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一夜报复失败的失落感 在他们的脸上流露 而凯文也吓得躲到了床底 他想找邻居帮忙 但一想到邻居的传说 他觉得比贼还可怕 毕竟都说隔壁邻居罗伯特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因为找不到证据这才没有背部 为了给自己打气 凯文跑到门口 大声说道 我现在是男子汉 我才不怕吗 没想到却撞见了外出的罗伯特 这可把凯文吓得 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 而父母这边刚下飞机就直接报警 希望佛伯勒能去家里照看孩子 但佛伯勒可没这个闲心去照顾一个孩子 无奈只能自己尽早赶回去 男人刚走到前门时 脚下一个亮枪 摔了个四脚朝天 艰难地爬起来 刚握住门把手 就听到一声烤肉的滋辣声 这香味连坎迪自己闻到都差点饿 而丹尼直接就是 一路上从地上滑到地下室 准备开个灯 却没想到竟把运斗从顶上拉了下来 丹尼当即决定先跟坎迪会 却没想到上楼时 贝利清粘住了鞋子 看着轮陷了鞋子 他打算就这样光脚上去 却没想到踩中了钉子 而坎迪这个人 好不容易打开了门 没想到直接给他来了 阿三是烫法 为了灭火一头栽进穴里 这才让脑破免受磨难 可等他一抬头 霍尼老师都得感叹声成熟 经过一些烈的痛苦之后 两人也成功来到室内 顺利会合 闯进屋就想找凯文算账 却发现此时凯文正在二楼 欣赏着他们的痛苦 还时不时开口嘲讽 真是数可忍 审不可忍 当即就冲了上去 没想到两人被地上的玩具滑倒 来了个狗坎迪 好不容易起身准备上楼 却看到铁通迎面而来 这可把坎迪吓了一条 一个灵活的弯腰成功躲破 就是苦了身后的丹尼 正中面门 还不带坎迪吐槽住队友 就被另一个飞来的鸡飞 直接扑在了丹尼身上 趁此机会 凯文连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不过提供的地址 却是隔壁邻居家的 江湖上有名的双瓷大盗 却在一个小屁孩手上 连连受挫 他们想要突破防线 为自己证明 而男孩下定决心保护房子 经过一列的对决 双瓷大盗终于进入屋内 但两人也被折磨得不成样子 打完电话出来的凯文 刚好被丹尼一个恶火扑使 抓住了脚腕 不过 他看到了哥哥那只 外出散布的大花猪 连忙抓起来 放在了丹尼脸上 这可把他吓得不轻 凯文趁此机会 连忙通过预先准备的绳子 滑倒了对面的仓库 两小偷一看就乐了 作为专业大导 这可难不倒他们 刚爬到一班 凯文就拿着比他还大的剪刀 笑嘻嘻地看着二人 剪刀的锋利光泽在灯光下闪耀 他毫不犹豫地咔嚓一声 手腕粗的绳子被剪断 免费体验了一把人员泰山的日常 趁着小偷们还没有站起来 凯文连忙跑向隔壁大爷家 不过腿短是个烈士 虽然跑到了大爷家 却没发现有人 最终还是被两人抓住 挂在了墙上 两人正准备给他点颜色瞧瞧的时候 胖胖两下 大爷拎着沉变变的铁锹闪亮登场 随后抓着他们 移交给了佛伯了 他们讲究的就是一个虽迟必导 双词大道也被带走 而凯文的家人刚下飞机 便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看到孩子安然无恙 他们的脸上 这才样一出喜悦和安心的笑容 一家人再次团聚 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 千万不要小瞧任何一个熊孩子 他们或许看似调皮捣蛋 却可能隐藏着惊人的智慧和勇气 凯文以他聪明机智的表现 不仅成功保护了自己 还给小偷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教训